另外在台东也传出了疑似食物中毒事件 有四个人疑似吃到了被污染的鱼 其中一个人已经在今天清晨死亡 还有另外一个人住院观察中 而卫生局表示呢 他们吃的鱼本身并没有毒性 可能是鱼儿上钩之前 吃过了有毒的藻类 在体内累积了毒素 打着点滴虚弱的躺 在病床上林先生和哥哥 以及另外两位亲友 他们说周三吃了孙子 抓回来的鱼之后 陆续出现牙根很紧 关节四肢酸痛的症状 经送医后两名亲友已经出院 而林先生留在鼠东医院继续观察 哥哥则是急救后不治 吃完感觉是怎么样 那个嘴巴痒痒痒痒 林先生表示当时吃鱼的时候 就觉得怪怪的有点酸味 但以前孙子也常抓鱼 回来给他们吃 所以就不以为意 直到身体出现状况才赶紧就医 而医生也说当时林先生的哥哥 送来的时候症状比较严重 出现呼吸叫铲 心跳慢的情况 经过急救还是不治 究竟是不是吃鱼才中毒 还要等进一步的检验报告出入 才能确定 目前台东医院已经将这起疑似中毒事件 通报台东县卫生局 卫生局也派员前往采集四人吃过的食物样本 经过农委会东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初步辨识后 民众吃下的应该是米金眼雕 而这种鱼本真并没有毒 推测有可能是这些鱼类曾经吃过寒毒藻类 红巢 不过东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表示 目前这只是初步的辨识 详细中毒的原因 还是要等台东县卫生局做进一步的化验 才能够确定 记者综合报道